第七十一章 比印钞机还快地赚钱 一夜过后 清晨十分 罗锋站在十二层房间阳台上 这冬天早晨的冰冷寒气弥漫 触碰在脸上 让罗锋整个人精神一震 这天得有零下五六度啊 高锋笑着走过来 是挺冷的 罗锋透过阳台朝下面看去 指着下方那一头头正在找寻猎物的怪兽 可一清早 这小区内的怪兽 还真多 你看 出现在我视野内的一共十二头怪兽 其中有三头是兽将级 则则 003号城市不亏是怪兽大本营 高锋也笑了 的确 在普通县城的时候 一头兽将级怪兽 一般都是带领上百头普通怪兽的 前呼后拥 威风得很 而罗锋之前磨练刀法所带的县城 一头兽将级怪兽 更是带领数百头 乃至上千头普通兽兵级怪兽 一个县城 兽将级越少 那么兽将级怪兽 带领个普通怪兽就越多 而在003号城市 就算是郊区 一头兽将级怪兽 一般也就带领两三头兽兵 有的甚至于孤零零一个光感司令 这些都是比较弱的兽将级 没什么手下跟随 而厉害的高级兽将级 乃至领主级怪兽 那可都是带领着成千上万的手下 高锋回头看看其他人 各位 清醒清醒 我们下去猎杀怪兽吧 走 兄弟们 赚钱去 陈谷不由孝道 这003号城市 就是牛 兽将级怪兽遍地走啊 卫青 卫铁 也双眼放光 003号城市是危险 可是危机和机遇并存 虽然这里厉害怪兽太多 实力不够 很容易就完蛋 就算实力强 一旦被兽群围攻 也可能完蛋 可是 这里的兽将级怪兽 一般都没什么手下跟着 这样就导致猎兽将级 难度低很多 瘦 瘦 瘦 罗锋在楼梯口 精神念力扫荡挂脚处 一挥手 没事 周围20米 没有怪兽 一般拐脚处 很容易有怪兽潜伏偷袭 而罗锋的精神念力 就是最佳的弹测器 跟精神念诗混 吃香的喝辣的 陈谷黑黑一笑 大家注意点 别发出声音 怪兽耳朵很灵的 高峰瞪了陈谷一眼 陈谷立即闭上嘴巴 罗锋领头 高峰垫后 胃铁 胃青在两侧 陈谷在中央 嗯 罗锋目光落在远处 大概100米位置的 三头独角野猪怪兽 其中为首的 一头独角野猪体型庞大 那根独角 更是完全的漆黑色 不同于普通怪兽的灰色毛发 他身上一根根钢针似的毛发 都变成了黑色 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身份 初级受降级 就他了 罗锋低声道 前面那头独角野猪 大家警戒注意四周 我来解决 瘦 瘦 瘦 罗锋率先冲过去 后面的四人 按照阵型自然分散开 警惕是否有其他兽将级怪兽 或者是否有一些人类舞者来捣乱 吼那兽将级独角野猪 见罗锋一个人类冲过来 立即愤怒咆哮一声 速度瞬间飙到百米每秒 那可就是时速360公里左右 那独角更是死死朝罗锋顶去 这种冲击力 他这种体型 就算是一辆卡车 也会被撞得断裂 罗锋手持血影战刀 依旧保持在六七十米每秒的普通速度 二者交错 罗锋速度飙升 脚下更是一措 精确到厘米的躲闪 让那独角野猪根本没碰到罗锋 而罗锋手中的血影战刀 直接是一个斜上撩 在出刀的过程中 血影战刀接连两次增速 令战刀瞬间变得模糊飘渺 化为迷蒙的刀光 咻 冰冷的刀光如雷电霹雳 一道寒光瞬间划过独角野猪的脖子 随即这刀光又好似雾气般梦幻 瞬间消散 刀法 霹雳 第一次见过 扑吃 扑吃 罗锋的血影战刀 看似随意简单的两刀 瞬间将另外两头兽兵 及独角野猪给割喉 轰隆 已然生机消散的兽将及独角野猪 随着惯性依旧飞奔十余米 而后轰隆隆地跌倒在地 沿着地面划了数米距离 撞击到旁边的 一棵生长了数十年的粗壮大树 令整棵大树都是震动了一下 这才停下 嘖嘖 好小子 就靠刀法 就灭了初级战将级怪兽 陈谷等人已经围过来 进步不小啊 高峰也开心得很 这时候 高峰已经主动去解剖怪兽尸体了 身法 刀法 以及丰富经验的结合 杀一头初级战将级 竟然这么轻松 罗锋心中感叹一声 因为宰杀过一万多头怪兽 所以现在 面对这些怪兽 罗锋能保持绝对的平静 刀法 身法 都能最精妙地利用 用最小的力气 瞬间解决对手 好 收割完毕 高峰露出一丝笑容 看来 我们一天就能猎杀不少兽将级怪兽 走 下一头 罗锋也是一笑 整个火锤小队 意气风发 在003号城市中 虽然早有预料 猎杀怪兽效率会很高 可是真正战斗起来 罗锋却发现 老天啊 这哪里是杀怪兽 根本就是印钞机啊 恐怕印钞机的速度 都没有罗锋他们赚钱的速度快 一头初级兽将级怪兽 重要材料 一般能卖到500万至1500万 中级兽将级怪兽 重要材料 一般能卖到1000万至1亿多 高级兽将级怪兽 重要材料 一般能卖到5000万至6-7亿左右 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例外 比如一些极度特殊的怪兽 或者一些虽然是高级兽将级 可本身近乎是0主级 自然价格要上涨 不过绝大多数 都是上面这个价格位置 火锤小队 每天都差不多猎杀10头兽将级 当然几乎都是初级兽将级 那赚钱效率 简直吓人得很 接连奋斗10天 罗锋他们 击杀92头初级兽将级 三头中级兽将级 估计总价格约末10个亿 连续10天的高强度作战 令罗锋他们比较疲劳 好好休息了一天 之后继续猎杀怪兽 只是周围一带兽将级怪兽数量 明显少了不少 第15天 那栋18层建筑楼的 第12层客厅阳台上 罗锋他们一群人都待在这休息 队长 周围一带的初级兽将级怪兽 都很少看到了 陈谷无奈说道 没办法 我们这段时间杀得比较狠 高峰嘿嘿一笑 不过不用急 怪兽是大量流窜的 据我估计 10天内 这小区中的怪兽数量 又会多起来 我们要做的 只是安静守在这 毕竟我们对这的环境最熟悉 罗锋也点头 这十几天下来 这小区虽然大 可是罗锋他们 却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是在003号城市 赚钱最厉害 魏铁忍不住感叹 虽然说主要是罗锋 高峰的功劳 可是罗锋 高峰吃肉 魏铁 魏青 陈谷也是能喝汤的 这分下来 他们每个人都能超过一个亿 平常过去 在那些小县城 市区 艰难地寻找寿将级 魏铁 魏青 一年都赚不到一个亿 现在15天就超过了 当然 利益越大 这危险也越大 这十余天 罗锋他们 也遇到过一次 飞禽攻击的危险 幸亏躲在屋里 靠着罗锋的飞刀 硬是令飞禽怪兽们 吓得逃掉 赚钱多 不多不多 高峰一笑 一名精神念师 一年赚几十亿 是很正常的 我们赶在这混 主要也是靠罗锋 哈哈 陈谷 魏铁 魏铁 不由笑起来 队长 别这么说 也是由你们帮忙 猎杀怪兽起来 才舒服简单得多 罗锋这也是老实话 一个人是没办法 同时注意四面八方 各种危险的 有小队 其他三名队员 帮忙负责警戒 扫除一些危险等 再有高峰 这个终极战将级 高手辅助 罗锋效率才会高 罗锋他们 很轻松地弹笑着 不过声音都不大 嗯 旁边端着一杆 重型狙击枪的尘骨 透过光学瞄准 望远镜看向下方的时候 忽然低声道 靠 来了一个大家伙 什么 罗锋等四人 几乎同时抓起身旁 望远镜看过去 罗锋仔细看着 在远处的一栋住宅楼 墙角都满是青苔藤蔓 然而 这时候 在青苔藤蔓上 正有着一条足有人腰粗 大概二十余米长的巨大蟒蛇 这条蟒蛇 全身有着一条条 近乎平行的黑线斑纹 而这些黑线 越是靠近头部 黑线就越加地粗 在巨大蟒蛇最前段 更是分裂出两个三角形的蛇手 这两个蛇头的额头部位 微微有着隆起 靠 是蛇类怪兽中 拥有剧毒的黑线 高峰低声咒骂一声 还是黑线蛇中的 变异的双头黑线蛇 而且还快长脚 成交了 罗锋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都快成交的 且还是变异的 长出双头的黑线蛇 这玩意不好惹啊 第七十二章 双头黑线蛇 快成交的黑线蛇 肯定是高等受将级 接近领主级 高峰表情严肃 低沉道 而且 作为变异的双头黑线蛇 它的毒药 比正常的黑线蛇强上几分 而且 它有两个毒囊 每个毒囊价格 都是未变一同等级 黑线毒蛇两倍 也就是说 这双头黑线蛇 相当于四条 同等级黑线蛇的价格 快成交的黑线蛇 价格在四亿左右 这双头黑线蛇 能卖到十六亿 比得上一般的 触及领主级怪兽了 高峰说出这个数字 让其他人都心跳加速 拼了十几天 宰杀过百头兽降级 还没这一条 双头黑线蛇之前 可想而知 击杀强大的怪兽 赚钱效率更高 当然这双头黑线蛇 非常危险 只要被它的毒牙咬了 或者说 只要中毒 必死无疑 高峰低沉道 而且 它有两个脑袋 可以同时攻击敌人 做不做这一票 高峰看向队伍其他人 最后目光落在罗峰身上 其他人沉默 也看着罗峰 一切需要罗峰来抉择 双头黑线蛇 价格是高昂 可也非常危险 我干 罗峰一咬牙 队长 你呢 有精神念力辅助 自己的躲闪能力 可谓能做到诡异莫测 罗峰 如果遇到麻烦 帮我一把 高峰一咬牙 当舞者本来就是闯生死线 魏铁 你的盾牌给我 队长 给 魏铁没有丝毫犹豫 将自己的盾牌 递给高峰 而高峰将自己的重锤 放了一个在地上 他左手盾牌 右手重锤 自嘲一笑 这么久了 我还很少用盾牌作战 不过这双头黑线蛇 实在太危险 不用盾牌 我还真有点怕 队长 到时候我远攻 你进攻 罗峰低声道 一旦出现情况 我会用精神念力 作用在你的盾牌 或者重锤上 你可以借力躲闪 明白 高峰点点头 罗峰看向其他三人 说道 我和队长下去 你们就在这 对了 陈哥 你狙击枪瞄准了 防止有人最后趁机打劫 放心 我时刻瞄准在下面 陈谷微微一笑 要我开枪 直接通知一声 嗯 通过通讯手表 小队成员可以随时联系 队长 我们下去 罗峰 高峰二人同时迅速下楼 和这种级别的怪兽一战 陈谷等人 根本是插不上手的 罗峰 高峰二人迅速来到楼下 而后凭借着记忆 沿着一条破败的石头小路 朝那双头黑线蛇所在的方位前进 哄 斯那刺耳的蛇的嘶叫声 远远传来 罗峰和高峰二人相视一眼 这时候 手腕上的通讯手表 也是微微震动 罗峰低头一看 通讯手表内浮现出一行字迹 突然出现三个人 正在和双头黑线蛇激战 高峰也收到了消息 低声道 没想到被人截足先登了 不过 我们去看看 走 罗峰也点点头 二人迅速靠近 很快来到一栋住宅楼的拐角处 透过拐角 罗峰一眼就看到 数十米外 正在厮杀的双头黑线蛇和三名男子 这三名男子看长相 似乎是西亚 南亚一带的人 头发微微卷曲 肤色也微微偏黑 这三名男子 为首的光头男子 体型壮硕 手持一足足有三米多长的暗金色长棍 一杆长棍在他手中 宛如犹龙 每当双头黑线蛇的三角形头颅 嘶叫着飞速扑来的时候 那一杆长棍总会迅速地砸过去 即使砸不到那头颅 也会将双头黑线蛇给砸推 有时候长棍的一个点头 更是令双头黑线蛇愤怒地嘶叫 另外二人 则是都一手方形盾牌 一手巨型弯刀 这二人靠近在一起 联合围攻 配合得非常巧妙 砰 小区中早就满是铁锈的健身娱乐设施 直接被挥动的双头黑线 蛇蛇尾给砸得爆裂开来 而那光头壮汉也是爆退 手中长棍一个角洞 就化为一阵旋风 将所有破铜烂铁都给挡下 而他本人也是泄力退开 好棍法 远处观看的高峰忍不住低声道 这个光头应该是高级战将级武者 另外两人 是终极战将级武者 罗锋点点头 那光头壮汉敢跟双头黑线蛇硬碰硬 实力之强 很容易判断 嘶嘶 双头黑线蛇撞落疯狂 那两个巨大的蛇手 冰冷的毛子 让人心寒 一次次张开血盆大口咬过去 而在双头黑线蛇攻击下 那三人也是爆退 开始说话交流 听到这三人对话 罗锋和高峰瞬间判定 是印度人 刚才的一连串战斗 双头黑线蛇其中一个蛇手 已经流血 就是被那光头壮汉的棍子给打的 不过 显然这伤势并非致命伤 瘦 瘦 瘦 印度三人迅速朝罗锋 他们这个方向冲来 你们两个有本事尽管上 光头壮汉便又说出汉语 而这时候 双头黑线蛇正嘶吼着冲来 罗锋 高峰 只是冷然 一笑没多说 迅速朝旁边躲闪开去 他们可不会傻愣愣地 去硬抗双头黑线蛇 印度三人的首领 那名光头壮汉 不由低声咒骂一声 手中的那单足有三米多的长棍 瞬间蹦射向双头黑线蛇 就是这时候 躲闪的罗锋手中 早抓着一柄黑色飞刀 这可是九计飞刀 闪电般一甩手 咻 飞刀化为一道寒光 射向双头黑线蛇左头颅 作为即将成交的存在 双头黑线蛇智慧很高 他见那个不起眼的人类 竟然扔出飞刀来 当即左侧头颅迅速地一个晃动 要知道 蛇的脑袋闪动起来 本来就极快 这双头黑线蛇 左侧脑袋 更是瞬间变成一串残疑 聪明反背聪明物 罗锋冷然一笑 变 他故意用手扔出飞刀 就是要让自作聪明的 双头黑线蛇 认为他是使用暗器的 按照常理 飞刀扔出后 是无法变相的 可惜 罗锋实际上并非什么暗器高手 可是他却比暗器高手 要厉害十倍百倍 咻 飞刀几乎在距离 双头黑线蛇 还有一米距离的时候 瞬间微微改变了一丝丝方向 就这么一丝丝方向 令飞刀直接射向 双头黑线蛇 左侧头颅的一只眼睛 撕双头黑线蛇 愤怒嘶吼一声 在短短刹那 他的左侧脑袋 竟然做出了闪避动作 要知道 罗锋的飞刀 已经是数倍因素 比狙击枪子弹还要快 一米距离 数倍因素下 千分之一秒都不到 就因为飞刀实在太快 就连罗锋自己控制变相 也无法精确到 是一米处变相 还是一 五米处变相 毕竟飞刀速度太快 略微反应慢一点点 飞刀可能就已经前进十米了 就算反应快 在短短刹那 罗锋也只能进行一次变相控制 可是就这么极为短暂的一瞬间 双头黑线蛇 不但神经反应过来 而且还能做出闪避动作 当然 因为时间实在太短 双头黑线蛇 这也是极限情况下的闪躲了 破 飞刀刺中双头黑线蛇嘴巴位置 滑出一个窝口后 飞刀又擦过 双头黑线蛇颈部的鳞片 痴痴 只是留下一串白印 飞刀直接反弹进入地面 好可怕的防御 罗锋心中一惊 好惊人的闪躲能力 那么短距离的变相 这双头黑线蛇 竟然还能闪躲 这下麻烦了 罗锋很清楚 自己想要解决这头 双头黑线蛇的难度非常高 撕双头黑线蛇 愤怒的两个头颅 都转头看向罗锋 他的左侧头颅嘴巴 有一个巨大的窝口 深绿色血液不断流出 Good 那手持长棍的光头壮汉 哈哈喊了一声 随后后退的同时 连用别扭的普通话喊道 联手 对半分 目光也看向罗锋 罗锋和高锋相视一眼 好 罗锋开口 OK 高锋还故意做出一个手势 印度三人和罗锋二人 这两方人马 瞬间就做出联手决定 那光头壮汉的实力 得到罗锋他们的承认 而罗锋的飞刀威力 也得到印度三人的承认 只有实力足够 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别人的重视 而在万科梦想城小区外面 正有一只九人的舞者小队 缓缓前进 这九人小队中 赫然有虎牙小队成员 嗯 那是蛇的声音 而且是一条厉害的大蛇 九人中 其中一个头发灰白的老者开口道 第73章 捡便宜 那破败荒芜的万科梦想城小区内 一片轰隆隆的声音 咔 一条足有人腰粗的蛇尾 宛如闪电一般 抽象那两名使用巨型弯刀的印度人 两名印度舞者搜的一声 就跃起五六米高 一把抓住旁边住宅楼 建筑的窗户栏杆 而那蛇尾 却是狠狠砸在旁边的大树上 大树树干五六米高的地方 咔嚓一声 直接断裂开来 轰隆隆倒下 哈哈 想杀我 这时候 一手盾牌的罗锋 飞速奔跑着 双头黑线蛇 两个蛇首都 疯狂追逐罗锋 掃 掃 挥手就是两柄飞刀 看似罗锋是用手挥刀 可是实际上 在两柄飞刀扔出瞬间 就完全由精神念力控制住 令两柄飞刀速度飙升到惊人地步 眼睛只能模糊看到 两道寒光残影 笼罩向那双头黑线蛇 嘶嘶 双头黑线蛇 咆哮着闪避 变 罗锋目光一寒 两柄飞刀都是略微变相 变相幅度都不大 加上飞刀比狙击枪子弹都快得多 其他人根本分辨不出飞刀变相 不吃 吃 两柄飞刀其中一柄 擦着左侧舌头飞过 可另外一柄飞刀 却是射中左侧舌头 从战斗到现在 罗锋已经放出六把飞刀 六把飞刀 八把都是攻击左侧舌头 此刻那左侧舌头 已经满是鲜血 伤势吓人得很 呼 罗锋身轻如燕 奔跑速度快得吓人 Good 那名手持合金长棍的印度人首领 兴奋大叫一声 趁着双头黑线蛇追杀罗锋 他反而痛打落水狗似的 一棍快四一棍 狠狠地戳向双头黑线蛇右侧的蛇手 双头黑线蛇 不敢用舌头硬抗那合金长棍 只能努力闪躲 要知道 这长棍看似威力不大 不如长枪尖头锋利 可是一戳下去 力量集中在棍头位置 棍头截面积不大 那小小截面积 反而能产生盾武器的效果 印度人 加把劲啊 高峰吼着 另外两名手持巨型弯刀 盾牌的印度武者 也和高峰一起 对双头黑线蛇的身体 进行近身攻击 一来 防止这双头黑线蛇 使用尾部进攻罗锋 印度首领 二来 他们也想进攻这条大蛇的七寸 蛇的要害在七寸 当然七寸是虚数 主要是腹部心脏要害 大蛇 虽然自信防御够强 可也不敢轻易 让高峰等三人 攻击他要害 所以 那一条蛇尾十而抽 十而铲脚 想尽办法对付高峰等三人 So 罗锋左臂盾牌 受到精神念力作用 整个人脚下一用力 就击射向队长高峰的位置 在靠近高峰的时候 罗锋连低声道 队长 你在近身攻击的时候 用离手锤 给我砸向这大蛇的左侧舌头 嘿嘿 明白 高峰立即明白罗锋意思 罗锋在战场上行动飘忽诡异 他根本不跟大蛇近身 总是靠惊人的速度 晃悠在四周 呀 那印度首领 忽然低吼一声 脸色胀红 全身血液 已经奔腾到一个极限 一时间 他整个人就仿佛传说中的 佛门罗汉一般 手中的那一杆长棍 更是速度猛然暴增 他整个人也好似不要命地 冲到双头黑线蛇面前 手中长棍速度 瞬间达到一个极限 碰 碰 那数十道棍影 竟然有两棍狠狠砸在右侧舌头上 那巨大的右侧舌头不由一晃 似乎有些发晕了 轰然一声 右侧舌头 直接砸落在下方的地面上 思乌 双头黑线蛇左侧头颅 立即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巨大的柔软绵长身躯猛然移动 竟然弹射起来 飞速的游动又要逃跑 快 印度首领 那名光头壮汉 急切大吼一声 Soul 一直离双头黑线蛇非常近的高峰怒吼一声 去死吧 使用全身的力气 猛然挥出手中的重锤 重锤就仿佛一发炮弹 狠狠砸向双头黑线蛇的左侧头颅 双头黑线蛇左侧头颅立即避让 不远处的罗锋目光一闪 精神念力全部作用在重锤上 瞬间那重锤速度大增 砰 双头黑线蛇瞬间避让 虽然重锤没砸在他头上 却也砸在了颈部位置 高峰的极限力量 外加罗锋精神念力辅助 这一锤的冲击力强大无比 双头黑线蛇左侧头颅 也是晕乎乎的 不由跌落在地面上 不过 当他有些清醒欲要抬起头颅的时候 罗锋露出了一丝笑容 噗哧 一柄黑色飞刀 瞬间从地面破土而出 沿着左侧蛇头脸部的窝口 直接射入头颅里面 左侧头颅再也没抬起 噗 印度首领那光头壮汉 手中合金长棍 宛如闪电 直接刺爆那右侧头颅的眼球 贯穿双头黑线蛇头颅 双头黑线蛇已经失去了生命 可那庞大的身躯 还在无意识地抽搐扭曲 直至渐渐地一动不动 印度首领不由大笑 漂亮 高峰也开心地捡起自己的重锤 而罗锋则是笑着去捡起自己的一柄柄飞刀 从头到尾 印度人恐怕都没有发现 自己精神念力控制武器 特别最后一击 双头黑线蛇的头颅都跌在地面上 罗锋才控制飞刀破土而出 直接穿入舌头脑袋 朋友 那光头壮汉笑着向罗锋 高峰打招呼 Good 你也不耐 罗锋笑着说道 他看得出来那光头壮汉 最后似乎使用了拼命的招式 直至现在 光头壮汉脸上都泛红 青筋依旧暴吐着 你们一半 我们一半 光头壮汉开口道 罗锋指向左侧舌头 微微一笑 蛇铃也是一半 双方都感觉到对方实力 而且不管是罗锋他们小队 还是印度人小队 估计都有热武器武者 在暗中用狙击枪瞄准 加上实力都很强 所以彼此气氛很好 罗锋 高峰 开始解剖双头黑线蛇左侧头颅 而印度人解剖右侧头颅 罗锋 这一刀够狠的 高峰轻声道 罗锋一笑 从已经解剖开的舌头中 取出黑色飞刀 正是这一下 才击毙左侧头颅 忽然 嗯 罗锋 高峰迅速转身看过去 印度三人小队 也脸色一遍看过去 只见不远处走过来 九名人类舞者 大多数是黄种人 这到来的九人 一看到地面上那庞大的蛇尸体 瞬间判定 这头蛇尸的价值 足有十几个亿 这巨额的财富 顿时令不少人眼中 都露出了贪婪之色 请走开 印度人首领 光头壮汉别扭的普通话响起 没想到在这也碰到虎牙小队 还真是阴魂不散 高峰目光 扫过眼前一群人 罗峰沉默看着 眼前到来的九人中 除了虎牙小队六人外 还有一名老者 一名高大的白人壮汉 以及一名混血青年 高峰 你们竟然跟印度人联手 嘖嘖 不过你们能杀死这双头黑线蛇 还真难得啊 虎牙队长冷笑一声 知去的就赶紧滚开 我们雷霆小队 还能饶你们一命 否则 嘖嘖 可就别怪我们了 哦 这位刘前辈 是我们雷霆小队的队长 这位卡龙先生 是我们的副队长 刘前辈正是那老者 而卡龙 是那名白人壮汉 罗峰目光一寒 我是第一次来003号城市这边 这个猎物归我了 你们可以走了 那混血青年微笑说道 那老者和白人壮汉 站在混血两侧 扫视罗峰 他们一群人 谁敢敲我的猎物 死 印度首领光头壮汉低沉道 他身侧的两名 使用巨型弯刀的印度人 也是杀气腾腾 为了弄死一头双头黑线蛇 容易吗 首先是很难得能遇到这种 变异珍贵的怪兽 其次这一战也挺辛苦 高峰也是手持重锤 双眸胸光闪闪 想想就来吧 罗峰脚踩在舌头上 冷笑看着眼前一群人 我们能杀死双头黑线蛇 就你们这群人 对了 我兄弟的狙击枪 正在瞄准着你们 我们的狙击枪 也在瞄准着你们 印度三人中 一名手持巨型弯刀的男子 冷声道 罗峰 高峰 还有印度三人众 站在蛇尸旁 冷漠看着眼前的九人 狙击枪 那九人中 不少人忍不住抬头 看向周围住宅楼 可是破败的住宅楼 他们根本看不到人影 可是正因为看不到 他们才更害怕 虎牙小队很清楚 火锤小队 是有狙击手尘骨的 而印度人小队 岂会不带热武器高手 第74章 毒刑 重型狙击击枪 一般能勉强威胁到 初级兽将级怪兽 可是怪兽和人类是不一样的 人类力量是强 可是皮肤肌肉的防御能力 要比怪兽毛皮铃假弱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 人类舞者 都要穿上作战服的缘故 终极战将级舞者 如果中枪 不死也中伤 不过狙击枪 对于高级战将级舞者的威胁 就少很多了 至于战神级 狙击枪 已经威胁不到战神了 看起来 那名老者和白人壮汉 保护着的混血儿青年 反而是整个小队最重要的人物 罗锋目光扫过眼前的雷霆小队 雷霆小队九名成员 有人抬头看向周围住宅楼 寻找狙击枪锁在方位 也有人彼此眼神交流 安静 罗锋 高峰 印度人一方 以及雷霆小队一方 略微安静了一会儿 刘前辈 虎牙队长看向那灰白头发的冷漠老者 这头发灰白老者 皱眉看了他一眼 虎牙队长立即不吭声了 而这灰白头发 老者低声在混血儿青年耳边说道 少爷 混血儿青年看了看老者 又转头看向白人壮汉 白人壮汉也微微点头 好吧 我们走 混血儿青年无奈下令道 他父亲早有言令 进入荒野区 必须听从两位保镖的话 这个小队名义上队长是那位老者 可实际上 领袖人物却是这位混血儿青年 现在这混血儿青年一声令下 虎牙小队的成员 只能不甘地瞪了高峰 罗锋一眼 张泽虎更是低骂一声 罗锋小子 算你走运 对罗锋的厌恶 张泽虎毫不掩饰 也不用掩饰 虎牙小队和火锤小队早就水火不容 很快 雷霆小队九人就离开了 万科梦想成战地极大 雷霆小队 依旧在这小区内前进着 潘亚 走在路上 那老者皱眉开口道 刘前辈 虎牙队掌上前靠近过去 姿态放得很低 刘兴老者低沉道 你们虎牙小队既然接了这个任务 就应该知道 这次一切以少爷的安全为第一 那双头 黑线舌的却算是宝物 可是却也远比不上少爷的安全重要 如果少爷出事 不但我跑不掉 你们虎牙小队 也要全部陪葬 虎牙队长心中一颤 连点头 明白 嗯 明白就好 刘兴老者冷声道 等会儿 我们在万科梦想城旁边的 一座荒废的井江连锁酒店住下 让少爷在周围一带猎杀怪兽 如果你们想抢夺别人的猎物 自己动手 别连累少爷就是 我懂 虎牙队长嘴上硬道 心中去暗骂 敢进入003号城市范围内的舞者小队 有哪一个是弱的 如果不靠着刘兴老者 白人壮汉两名高等战将级舞者 他们虎牙小队根本没能力去抢别人的 虎牙队长后退 退到虎牙小队其他成员身边 队长 这火锤小队实力似乎提升了不少 独眼中年人低声道 他们竟然能和印度人联手 宰杀了双头黑线蛇 就算是印度人起主要作用 可印度人竟然愿意和他们联手 那么 火锤小队就有一定实力 虎牙队长微微点头 我明白 这火锤小队敢进入003号城市 我就知道 他们实力提升了 队长 我们不能迟疑了 特别那个罗锋 才成为舞者不久 据说已经是初级战将级了 张泽虎急切连道 若说队里谁和罗锋仇怨最大 显然是他张泽虎 这个小子 潜力是很惊人 虎牙队长低沉道 放任仇敌成长 只会对我们威胁越来越大 既然这次再荒野去碰到他们 也好 我会想办法 在最近几天 直接弄死他们 大不了 花些钱请留前辈二人帮忙 满是兴气的住宅楼之间的草地上 那巨大的蛇石盘在哪 罗锋 高峰 还有印度三人 都在那对整个大蛇进行解剖 不但取了毒囊 也将蛇胆等取出 当然这双头黑线蛇的蛇皮 也是要包下的 这蛇皮价值也不低 一半 印度三人和罗锋二人 迅速将大量尸体材料给分开 这蛇灵不管印度还是任性 都很惊人 高峰忍不住凯探一声 摸了摸蛇灵 这蛇灵绝对是制造作战服的重要材料之一 现如今 人类最重要的一项发明 克罗合金 主要就是各种怪兽的材料 当然也有月球上开采出的蓝金金属 最终研发出的克罗合金 克罗合金 使得人类舞者 拥有比怪兽防御 还高的作战服 让人类拥有锋利无比的战刀 甚至于一些热武器威力 也得到大大的增强 合作 愉快 印度人首领光头壮汉 一口别扭的普通话 和罗锋 高峰二人打了招呼 哈哈 愉快 高峰也哈哈一笑 随后罗锋和高峰 都背起鼓鼓的背包 朝楼上走去 那蛇灵看似面积很大 实际上这蛇灵非常的薄 整个大蛇一半的蛇灵重叠起来 都无法撑满一个背包 武者的背包 其次按照背包本身的机关 可以逐步释放背包大小 最大可以令背包变得 和一般成年人等高 不过 这蛇灵还不需要做到这一步 迅速来到住宅楼的第十二层 一进屋子 就迎来一阵欢呼声 热烈欢迎 热烈欢迎 魏铁故意叫道 欢迎队长和罗锋 大战归来 陈谷也故意喊道 他们当然高兴 罗锋和高峰成功归来 那么 他们也会分得不少钱的 高峰脸色并没有太多效益 你们看到虎牙小队的人了吧 看到了 陈谷 魏铁 魏青三人 脸色都冷了下来 陈谷更是咬牙切齿 我当时真想一枪崩掉他们 为老张报仇 整个队伍理论和张科的感情 这陈谷明显是最浓的 他们都是 出自于明月小区 一起出生入死 一起返回老家 这么多年 比亲兄弟还亲 可陈谷也知道 刚才不能开枪 首先他一枪只能杀死一个人 其次 一开枪 那雷霆小队肯定会立即动手 到时候 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陈哥 虎牙小队的人 现在在哪 罗峰询问道 我们一直在盯着 北边窗户口 魏青正拿着一望远镜 指着下方说道 那一群人刚刚走出梦想城小区 沿着那条街道往东走 搜 搜 罗峰等人立即窜过去 特别是罗峰当先接过望远镜 就朝下面看去 果然 那雷霆小队九人 正在树立地外的街道上前近着 幸亏罗峰 他们选择的住宅楼地理位置好 是中间最北边一栋高层住宅楼 他们住宅楼的北边 只有低矮的一些别墅等建筑群而已 这令他们可以对北方一览无余 队长 陈哥 罗峰开口道 嗯 火锤小队一群人都看向罗峰 罗峰忍不住握紧拳头 咬牙低沉道 张哥的愁 我一直忘不了 我早就发誓 一旦在荒野区碰到虎牙小队这群砸碎 就灭掉他们 罗峰 你的意思是 高峰一惊 我准备暗地里跟过去 找机会 将虎牙小队的人全部杀光 既然他们有灭 我们之心 我们当然要先下手为强 罗峰渴望不掉当初那两颗狙击枪子弹 一颗是自己靠精神念力才勉强躲过一劫 另一颗却废掉了张哥 罗峰 我跟你一起去 老张的仇 不能不报 陈谷咬牙道 陈哥 我去最有把握 罗峰低河道 我有精神念力 就算遇到战神 大不了 靠飞 我也能逃掉 这就是精神念师的可怕之处 就算战神强者 实力比他们强十倍百倍 可是一个实力弱的精神念力 却是一样能飞行 除了精神念师以外 也只有超越战神的存在 才能飞行 陈谷 罗峰说的有道理 你去指示雷坠 高峰低河一声 陈谷一咬牙 队长说的难听 可他知道 队长是为他好 而且 我们想灭掉虎牙小队 那虎牙小队 何尝不想灭掉我们 高峰低沉道 他们上次暗算我们的事情 被我们知道 他们当然不想让我们壮大下去 可是他们 一直没在荒野区碰到我们 这次碰到我们了 他们想必也会动手 在场众人心中一惊 对 以虎牙小队的做事方式 绝对不会任由他们壮大 反正 我们这次猎杀的怪兽也够多了 背包都快放不下了 我们小队 其他人先回不起基地吧 高峰开口 随后高峰看向罗峰 罗峰 你是精神念师 在这城市中 逃命能力比我们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不过 你还是要小心 千万别大意 罗峰点点头 边说话 一群人也拿着望远镜 观察那雷霆小队 一群人去处 他们进了井江连锁酒店 陈谷兴奋到 看来要将那当出一个 暂时的据点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走 高峰干脆得狠 罗峰也起身 送队长他们离开 这里本来就是郊区边缘 只是两三里路 罗峰就将队长他们 送到高速公路上 这里已经出了 003城市建筑密集区 怪兽已经很少了 以火锤小队的实力 在荒芜的高速公路上 如果出事 那才是怪事 罗峰 小心 火锤小队高峰等四人 都看着罗峰 这次 罗峰是独自一人 为火锤小队 去斩草出根的 队长 放心 虎牙小队的人 一个都活不了 罗峰一笑 随后独自一人转头 就化作一道幻影 迅速消失在远处 冲进远处 茫茫一片的建筑密集区 第75章 忍不住了 天灰蒙蒙的 罗峰仿佛一头猿猴 灵活迅速地穿行在 钢筋水泥的003号城市郊区内 这003号城市 不亏是当年的第一大城市 就算是郊区 也是高楼大厦林立 各个住宅小区 一个接一个 土地利用率极高 罗峰时而急速奔跑 时而猛然停下 躲在墙角 食鱼头寻找食物的怪兽们 走过后 罗峰才继续前进 有精神念力 时而扫描周围 罗峰可以清晰判定 前方 拐角等地方 是否有危险 就这家吧 罗峰身形犹如炮弹 直接跃入一栋 三层的连排别墅的 三楼窗户 数十年没有人居住 这屋内早就满是灰尘 可是家用电器等等 还是一眼可以分辨出来 只是有部分 已经倒塌碎裂 罗峰迅速将床铺的 西梦斯床垫翻了个 反面果然干净不少 略微整理一下 就能睡觉了 放下背包 罗峰迅速取出望远镜 来到北窗口 窗口玻璃上满是灰尘 令原本透明的玻璃 和黑色玻璃一样了 将玻璃窗拉开一小半 罗峰拿着望远镜 就朝正北方看去 他所在的位置 是在万科梦想成小区内部 这个方位 可以清晰观察到 北边的那座 紧将连锁酒店 也能一眼看到 酒店前的街道 彼此距离大概在两里地 以罗峰的眼力 就算不用望远镜 也能看到远处街道上的情况 通过望远镜 可以清晰看到 紧将 罗峰站在窗户前 默默看着 五分钟后 嗯 罗峰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原来是在内间 通过望远镜 罗峰清晰看到 两里之外那座酒店 第六层的 其中一个阳台上 站着两个人 正朝外 拿着望远镜张望 这二人正是张泽虎 以及叫李小的枪手 机会是等出来的 罗峰放下望远镜 开始了蹲守的日子 这时候 对面的景江连锁酒店内 虎牙队长正冷声道 胡子 阿小 你们俩给我看仔细了 一定要找到 火锤小队的藏身之所 据我估计 他们小队的尘骨 要使用狙击枪 那么肯定就待在 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你们对着 那一洞洞高楼的高层 进行寻找 是 队长 张泽虎和阿小站在阳台上 通过望远镜 不断查看 远处万科梦想成高层建筑 潘亚 你告诉我的火锤小队情报 没问题吧 那头发灰白的流星老者 皱眉道 虎牙队长连道 绝对没问题 这六个人的资料非常准确 唯一存在变数的 就是这个罗峰 他是极限武馆提前招入 天赋极高 实力应该达到了初级战将级 嗯 流星老者微微点头 既然如此 潘亚 等你的队员找到 火锤小队的位置 再找我吧 是 虎牙队长笑着硬道 可惜 虎牙小队成员们 到天黑 也没有发现火锤小队的人影 第二天早晨 少爷 按照训练计划 今天早晨少爷的目标 是一头初级兽将级 力量较强 速度较弱的怪兽 到时候 我和卡龙不会出手的 流星老者微笑道 那混血儿青年哈哈一笑 好 你和卡龙就在旁边看着 我一个人解决 白人壮汉 也是微微一笑 潘亚 流星老者转头吩咐道 昨天你们虎牙小队首夜的两个人休息 其他人跟我们一起走 明白 虎牙队长潘亚咧嘴一笑 虎牙小队 现如今是两名中级战将级 四名初级战将级 铁头 阿东 昨天你们俩首夜的 今天就在这休息吧 潘亚吩咐道 保护那位大少爷是第一位的 所以要留 也是留下最弱的两位 而虎牙小队最弱的两位 自然是四名初级战将中 选取两个 今天是铁头 阿东 明天是胡子 阿小 轮流来 明白 光头壮汉和擦拭着枪械的阿东笑着道 我们走 流星老者一声令下 混血而青年 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 以及虎牙小队的四名队员 一共七人都离开了酒店 这空旷的房间内 只剩下光头壮汉 阿东二人 妈的 有个厉害老子 就是爽 光头壮汉忍不住道 积累和怪兽的战斗经验 都可以请两名高级战将当保镖 还请我们整个小队来保护 泽泽 当年我出来混的时候 可都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啊 阿东吃笑一声 咱们和人家怎么比 没听到吗 那个什么刘前辈 还一副管家口气 说 今天早晨少爷的目标 是一头初级受降级 力量较强 速度较弱的怪兽 靠 连训练都计划好前后次序 先和哪一种怪兽厮杀 后跟哪一种怪兽厮杀 荒野区中危机遍地 舞者哪有选择权 碰到一头厉害的怪兽 立即高呼我不和这头怪兽斗 可能吗 你不斗 怪兽反而会追杀你 逼着你动手 人家大少爷可不一样 遇到厉害的怪兽 那刘前辈就出手解决了 专门等到一头初级受降级 给他们少爷练手 光头壮汉摇头吃笑 一大早就醒来 一直蹲守的罗锋 很快就发现 雷霆小队七名队员出了酒店 七人 不是一共九个人吗 罗锋心中一动 剩下两个人 应该还在酒店 罗锋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自己对付中级战将绝对能横扫 可是对付高级战将舞者就难说了 如果自己偷袭 或许能瞬间杀死对手 可是 如果偷袭失败 就比较麻烦了 毕竟正面对决 狙击枪子弹 高级战将也能瞬间躲避开的 高级战将的神经反应速度 可比自己快得多 那雷霆小队九个人中 白人壮汉和流姓老者 十有八九是高级战将级舞者 否则当初 他们不敢那么嚣张 要夺双头黑线蛇尸体 如果我一个人 去对付他们九个 偷袭加运气 或许可能成功 不过 对方只要有一个人 在死前将我是凶手的消息通过手表 传出去 我就麻烦大了 罗锋很清楚 从流姓老者 白人壮汉 对那混血儿青年的态度 以及一生少爷来看 那混血儿青年背景非常可怕 毕竟能安排两名高级战将当保镖 说明一点 这混血儿青年背后的大人物 至少是战神 或许 比战神的权势地位更高 现在 酒店中只有两个人 杀不杀 罗锋略微一犹豫 便否决了 不能杀 如果杀掉这两个人 其他活着的七个人 肯定会警惕 我如果再想杀虎牙队长 张泽虎 就麻烦了 人 我就不幸等不到机会 时间一天天过去 雷霆小队没有发现火锤小队踪迹 而罗锋也没找到最佳出手机会 雷霆小队每次离开酒店 都是将首夜没休息的两个人留在酒店 第一天是铁头 阿东 第二天是胡子 阿小 轮流来 罗锋整整忍了九天 靠 太规律了 罗锋一脸苦涩 这雷霆小队 根本就是那个少爷的保姆队啊 罗锋这几天不单单盯着酒店 也暗中观察过出来狩猎的七个人 看是否能找到虎牙小队 和流星老者他们暂时分开的机会 可是 没找到一点机会 雷霆小队一直保护着那混血儿青年 根本不离开太远 令罗锋没一丁点机会 第十天 这么忍下去 恐怕他们返回基地时 我都没机会 不能等了 罗锋一咬牙 双眸中掠过一丝寒光 今天就是第十天 应该是张泽虎和那个枪手 李小留守酒店 张泽虎 今天就灭掉你们两个 紧将连锁酒店这边 胡子 阿小 你们俩夜没睡觉 好好休息 虎牙队长微笑道 明白 队长 张泽虎和李小都笑着硬道 走吧 流星老者一声令下 虎牙队长等人 跟随着流星老者他们 一共七个人离开了酒店 而在远处观察到 这七个人离开酒店的同时 罗锋也悄然离开了自己的据点 沿着另外一条路径 朝酒店方向前进 第七十六章 张泽虎 死 冬天的清晨 冷得很 地面上一些怪兽血迹残骸上 还凝结有冰霜 罗锋正悄然漫步在这条航道内 远远有两头瘾猫 正低头撕咬着另外一头 铁猫野猪的血肉 吃得正香 可以发现人类走来 这两名瘾猫 竟然搜得躲闪开去 怪兽也是有点小智慧的 在003号城市 混的人类舞者都很厉害 一两头兽兵及怪兽 根本挡不住 那两头瘾猫 估计是召集其他瘾猫了 罗锋迅速穿过航道 继续前进 故意绕了一个大圈 路途中故意浪费点时间 慢慢前进 这才花费半个小时 抵达酒店的北边后门处 酒店后门处 脏兮兮的 地面上有着一些幽黑色的 连雨水都冲洗不掉的血迹 罗锋独自一人站在那 半个小时了 那雷霆小队七人 估计已经走远了 罗锋看了看面前 早已经破损不堪的后门 立即控制精神念力 作用在两个护臂上 以及身后盾牌 战刀上 这股强劲的脱力 令罗锋身轻如燕 每一步都非常的轻 上楼 沿着楼梯一步步前进 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罗锋小心翼翼 可当走到三楼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 三楼走廊上 竟然有一头体型庞大的 虎鳌犬怪兽 在缓缓前进 他也一下子发现了 罗锋这个人类舞者 双方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 罗锋吓得几乎出了一阵冷汗 嗖 嗖 两道黑影几乎瞬间 划过虎鳌犬怪兽 虎鳌犬怪兽 都没来得及嘶吼咆哮 巨大的头颅 就直接切割掉落下来 两柄飞刀从远处飞了一圈 又落回窟外的刀带内 呼 还好 罗锋暗松一口气 幸亏这怪兽 没来记得咆哮 一旦引起张泽虎 和李小二人的注意 可就有些麻烦了 虽然自己杀张泽虎和李小 就跟杀技一样简单 可是警惕情况下的张泽虎 李小二人 就有可能在死之前 联系雷霆小队其他人 被雷霆小队其他人知道 有人类舞者暗杀他们 那接下来罗锋的行动 肯定会艰难十倍百倍 六楼 罗锋走到六楼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还好 从一楼爬到六楼 也就碰到一头怪兽而已 估计是雷霆小队 当初进来的时候 扫荡过一遍 而那虎傲犬怪兽 估计也是刚刚进入酒店不久 六楼走廊上 罗锋缓缓前进 窗户朝南的房间 从东往西第八个窗户 罗锋无法确定 那第八个窗户 到底对应哪一个房间 应该是这三四个房间 其中一个 罗锋平住呼吸 身体轻飘飘地 不发出一丝声音 走到其中一个房间 外停了下来 耳朵贴近墙壁仔细聆听 果然隐隐约约 能听到一些说话聊天的声音 这领罗锋判定出了 那二人所在房间 悄然来到屋外 应该就是这个房间 罗锋精神念力 迅速将屋内情况扫荡了一下 竟然都是坐在那聊天 罗锋笑了 房间内 张泽虎正依着破沙发坐着 而李小则是擦拭着手中的机枪 二人还闲聊着 那火锤小队还真是胆小 那次碰到我们 竟然就直接逃回不及基地了 难怪之前我们怎么找 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张泽虎嘴里骂骂咧咧说道 李小冷笑道 逃得了初一 还逃得了十五 既然跟我们结了死仇 他们火锤小队就死定了 张泽虎嗤笑一声 就他们还想跟我们斗 嗯 张泽虎面色微微一变 李小也是微微一变 刚才好像有什么感觉 张泽虎看向李小 李小也点头皱眉道 我刚才也是有些心计 常年生死间闯荡 遇到危险 是会有一些心理感觉的 更何况 他们之所以感觉这么明显 就是因为 罗锋使用精神念力扫荡过了 这精神念力扫散开来 一般人是很难察觉 可是厉害的舞者 还是会有一丝感觉的 会不会 外面有怪兽 张泽虎低声道 很可能 李小点点头 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 虽然将整个酒店内 怪兽都扫除干净 可是说不定有什么怪兽族群 进入酒店 咔 李小手持机枪 而张泽虎也是手持开山刀 二人都起身朝门口处走去 这房间的门锁 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侵蚀 早就坏掉了 张泽虎轻轻一拉 房门就拉开了 而房门外一个人影 一个怪兽影子都没有 没什么声音 张泽虎 李小二人相视一眼 而后张泽虎深吸一口气 小心地准备走到门外看一看 就在这时候 咻 咻 两道乌黑光芒 瞬间出现在张泽虎 李小前方 其中一道乌黑光芒 瞬间划过张泽虎的左臂 直接将张泽虎的左臂给切断 切断后 这道乌黑光芒速度不止 瞬间又划过枪手李小的脖子 令李小的头颅都抛飞起来 而第二道乌黑光芒 瞬间划过张泽虎的喉咙 不吃 隔喉 鲜血喷出 啊 张泽虎瞪大眼睛 根本发不出声音 两道乌黑光芒的速度 都太快太快 张泽虎和乌黑光芒距离 恐怕只有一两米 而李小和乌黑光芒距离 也就三四米 这么短的距离 在那乌黑光芒 比狙击枪子弹还惊人的速度下 他们怎么来得及躲 或许高级战将 还有一丝生机 至于他们 连一丝生机都没有 啊 张泽虎想说话 可发不出声音 想按动通讯手表 可左臂已经被切掉 通讯手表早就坠地 我要死了 我 我怎么会死 张泽虎右手捂住喉咙 喉咙鲜血疯狂往外喷 他清晰感觉 生机不断流失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忽然 一道人影出现了门口 一身舞者作战服 脚踏和金战靴 背负着盾牌战刀 一双冰冷的眼眸正盯着他 啊 张泽虎眼睛瞬间瞪得滚圆 难以置信 看着眼前的舞者 是罗峰 竟然是罗峰 竟然是那个 他瞧不起的一个菜鸟 新人罗峰 你先走一步 虎牙小队其他人 会很快去陪你的 罗峰的声音响起 张泽虎张了张嘴巴 想要说什么 可是喉咙都被割了 脖子漏气 根本说不出话 而且 张泽虎也感到眼前 一阵阵发黑 而这时候 两柄乌黑光芒 竟然飞到了罗峰身旁 悬浮在罗峰身前 赫然是两柄飞刀 两柄黑色飞刀 就这么悬浮着 而后落入 罗峰大腿的刀带呢 啊 啊 张泽虎瞪大眼睛 想说些什么 却身体一颤 直接软倒 轰然倒在地上 在死前 他终于发现了 罗峰的大秘密 罗峰竟然是精神念尸 在死之前 张泽虎似乎看到 他们虎牙小队 所有队员噩梦般的未来 寂静 整个房间内 只有血液滴落在地面上的 滴答声 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两具尸体就这么躺在那 罗峰默默站在那看着 张泽虎 罗峰低头看着这个男子 这个张泽虎从一开始 就自认自己是资深舞者 而罗峰是个菜鸟心人 所以当初 因为张浩白事情谈判的时候 就丝毫不肯低头 而当初罗峰也是觉醒了精神念力 自信十足 而且站着理 哪会低头 本来这次矛盾只是小事 怪就怪在 虎牙小队那次 阴了火锤小队一把 差点导致火锤小队全部死光 幸好罗峰最后爆发救了大家 可就算这样 张科依旧断闭 于是 火锤小队咬牙切齿要报仇 虎牙小队唯恐敌人壮大 也想斩草除根 双方不死不休 张泽虎和李小已死 虎牙小队六个人 还剩下四个 罗峰站在这房间门口 默默想着 他们一回来 发现这二人被人杀了 肯定会警惕 并且联想到很多 那么 我就好好布置一下这现场 迷惑一下他们 成不成功 就看天意了 第77章 布置现场 罗峰迅速沿着楼梯往下冲 从六楼一直来到一楼 到了酒店后门位置 嗯 罗峰朝四周看了看 周围没有什么大型怪兽群 有些麻烦 罗峰皱眉 周围一眼就能看到少数几头怪兽 不过这点怪兽数量太少 根本不符合计划要求 毕竟 自己可是要让雷霆小队其他奇人 认定张泽虎和李小是怪兽杀死 随即罗峰沿着航道朝外飞边去 跑出这条航道后 一眼就发现 不远处正有一大群独角野猪 少说也有数百头 如果是普通舞者遇到赌还来不及 可是罗峰却是露出一丝笑容 就是他们了 罗峰迅速靠近过去 吼 不少独角野猪死死盯着这人类舞者 只听到独角野猪群中 传来一阵愤怒的咆哮声音 这是这群独角野猪中的首领 顿时整个独角野猪群撒开四体 疯狂地朝罗峰冲过去 一时间 整个街道地面都震动起来 轰隆隆 野猪群冲刺 靠 我还准备先杀一两头怪兽 让它们更仇恨我呢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追杀我了 罗峰掉头就跑 很快转弯朝杭道里跑去 轰隆隆 杭道还算较宽 两头独角野猪也差不多能并排飞奔 罗峰在前面飞奔 独角野猪群在后面疯狂追杀 扑哧 扑哧 两道乌黑光芒 从后面游走一圈 又飞回罗峰身边 顿时最前面的两头独角野猪 一头当场毙命 而另外一头身体上 也有着巨大的伤口 一时间 这独角野猪群愤怒的咆哮声更加的大 显然更加愤怒了 越愤怒越好 罗峰犹如闪电般 沿着酒店的后门窜上楼梯 轰隆隆 一头头独角野猪也疯狂往上飞窜 这水泥混凝土 楼梯质量的确是不错 几十年过去 也能承受独角野猪们的飞奔 在罗峰刻意控制速度下 大概领先整个野猪群十米的速度 冲到了目的地 六楼 到了六楼 罗峰精神念力控制下 张泽虎的开山刀和李小的那机枪都悬浮起来 机枪上还拖曳着长长的弹链 机枪悬浮在罗峰身前 开山刀同样如此 吼怪兽们宛如洪水一般 轰隆隆冲入六楼 一头头立即沿着走廊 疯狂朝罗峰冲来 来吧 罗峰咧嘴一笑 眼眸中泛起一丝疯狂色彩 精神念力扣动扳机 顿时机枪那粗大的枪管咆哮起来 一颗颗子弹疯狂喷射出去 疯狂地射入独角野猪的身体 而独角野猪每一头冲起来的冲击力 可是很夸张的 子弹的冲击力根本无法令它们停下 扑哧 扑哧 悬浮着的开山刀疯狂舞动 一头头独角野猪喉咙被划过 这些失控的独角野猪身体撞击在旁边的墙壁上 轰隆隆 房间墙壁都撞得倒塌裂开 凭借机枪子弹和开山刀的双重威力 硬是一口气猎杀数十头独角野猪 尸体躺满了走廊 吼 随着一声愤怒的嘶吼 一头通体毛发泛着银色 黑色斑点的巨型独角野猪出现 可这时候 开山刀和机枪已经跌落到房间两具尸体旁 罗锋本人则早就迅速沿着北边一个房间窗户 一跃而下 So 罗锋从六楼宛入一道电光窜下 一股精神念力作用在双臂护臂上 产生脱力 令下冲力到锐减 罗锋轻松落在一所两层平方楼顶 迅速飞奔着 越入一条旱道中 很快就消失不见 猴 死了数十头怪兽的独角野猪群 愤怒地在这破败酒店内横冲直撞 寻找那个可恶的人类武者 他们没找到那个人类武者 却发现两具鲜美的人类武者尸体 这些独角野猪们 立即疯狂撕咬人类尸体的血肉 对独角野猪而言 人类的血肉的确是美味 更多的独角野猪 竟然撕咬那些死去独角野猪的尸体 对于生存环境恶劣的怪兽而言 他们很少能吃到人类 大多时候都是吃其他怪兽尸体 作为野性兽性极强的怪兽 吃同族的尸体也是很正常的 很快 不管是人类尸体 还是独角野猪尸体 都变成了一地碎骨头 罗锋前回原先自己的住处 默默观察着 差不多两个小时 雷霆小队七人才回来 罗锋终于在视线范围内 看到了那七人 也对 整个003城市中 随处可以听到怪兽的吼声 之前战斗发生在酒店内部 而雷霆小队在树里外 没发现也不奇怪 酒店正门口 意气风发的雷霆小队 七人笑着走回来 少爷那一刀真是漂亮 那么精确地划过 那头受僵及迅狼的喉咙 虎牙队常笑着恭维道 可是他的笑容忽然凝固了 嗯 虎牙队长看向酒店内 雷霆小队其他人 也都看向酒店内 血腥味 刘姓老者直接走进酒店内部 其他人也跟着 血腥味更浓了 这里发生过大规模厮杀 一两头怪兽 没这么浓的血腥味 虎牙队长皱眉道 旁边的独眼中年人 立即按动手中 通讯手表 喊道 胡子 阿小 胡子 阿小 你们俩赶紧回话 发生什么事了 虎牙小队四人面色都是一变 队长 他们没有回话 独眼中年人 看向队长 说不定他们没注意到手表震动 光头壮汉忍不住道 武者感觉那么灵敏 怎么会感觉不到 虎牙队长低沉道 我们上去看看 走 上去看看 流星老者也发话说道 顿时这七人来到楼梯处 可看着眼前楼梯上的痕迹 七人就是面色微变 很显然 这楼梯是刚刚经过大规模的踩踏 不少混泥土水泥 都已经被踩得裂开 大家小心点 小心翼翼 七人缓缓前进 就算再缓慢 也没用多久 就到了六楼 吼 雷霆小队七人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整个酒店的楼层 明显是六楼最是混乱 一片狼藉 连酒店房间的一些墙壁 都已经撞得倒塌 地面上满是血迹 还有大量的尸体白骨残骸 大多都是怪兽的残骸 雷霆小队 七人心中一沉 他们知道 张泽虎和李小 凶多吉少 看 墙上有枪眼 这里有不少弹壳 应该是阿小在这开枪阻挡怪兽群 可惜怪兽太多 大家很快发现很多痕迹 片刻后 大家都看着地面上已经破烂的作战符 被踩他的刀柄 已经微微变形的开山刀 整个完全变形的机枪 以及少量的人类骨骸 胡子的开山刀 还有阿小的枪 这两套作战符 作战符非常结实 虽然经过独角野猪的撕咬 变得破烂 可却能变息出来 正是张泽虎和李小的作战符 怎么会这样 光头壮汉忍不住咬牙道 阿小他们在房间内 怎么会这么倒霉 遇到巡视的怪兽群 走 我们下楼 刘姓老者忽然下令道 下楼 独眼中年人 光头壮汉 阿东都是一惊 随即有着一丝怒色 虎牙队长皱眉鹤道 好了 将胡子和阿小的遗物整理一下 我们下楼 队长发话 他们当然不敢拒绝 片刻后 这家酒店的一楼大厅 雷霆小队七人站在那 大家应该知道 虎牙队长潘亚低沉道 以胡子和阿小的警惕性 就算有怪兽群进入酒店 他们俩也有超过一半的 把握逃生 就算没能逃生 按理说 也能在发现危机的时候 通过手表通知我们 其他队员面色微变 不由点头 对 刘姓老者点头道 怪就怪在 这二人死前 都没有联系我们 所以我担心 是有人故意设局 并且在现场留下监听器之类的 所以我才让大家下楼商议 虎牙队员们 不由高看刘姓老者一眼 能够瞬间判断 做出决断 这将还是老的辣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怪兽中的兽将级怪兽 发现了他们二人痕迹 悄然偷袭 之后 大量兽群冲上去 在紧急混战情况下 他们二人没有机会联系我们 刘姓老者又说道 虎牙小队 四人彼此相识 混血而青年脸上露出一丝担心之色 刘姓老者低声笑道 放心 少爷 就算有人设局 也不会是针对你的 战神级舞者 不屑用这等手段 而战将级舞者 根本不敢来惹少爷 刘前辈 为了少爷安全考虑 我们还是回基地市吧 虎牙队长潘亚开口道 第78章 和弟弟的电话 酒店内弥漫的血腥器 令虎牙队长潘亚 心中满是焦虑 胡子他们的死 可能是怪兽杀死 但是更大的可能 是有舞者下黑手 而一般舞者 乃会去得罪李渭少爷 肯定是跟我虎牙小队 有仇怨的人 他很清楚 这位少爷的身份 虽然是混血 不过这少爷父亲 却是华夏人 不管其父亲本身的实力 还是背景 注定了没几个人 敢来招惹这位李渭少爷 不必 刘姓老者挥手道 有我和卡龙在 少爷安全绝无问题 白人大汉 也是看了虎牙小队几人一眼 冷漠一笑 李少爷 潘雅忍不住 看向混血儿青年 我的训练计划还没结束 混血儿青年皱眉道 刘前辈微微皱眉道 作为一名舞者 本就是走在生死边缘 为了一点不确定的事情 哪能这么前怕后怕 以后还能有什么成就 潘雅等四人没说出话来 大不了 你们四个就一直跟着我们 这样总想了吧 刘前辈这话一出 虎牙小队潘雅等四人 彼此相视眼神交流一番 也都放弃回基地市的念头了 他们心里也清楚 跟着两名高级战将 的确是非常安全的 刘前辈说得对 前怕狼后怕虎 还是舞者吗 真有人敢暗算我们 一旦发现 直接杀掉 潘雅双眸中掠过一丝寒光 我们听刘前辈的 独眼中年人笑着说道 虎牙小队几人都表示听 刘前辈的 这地方满是血腥气 我们换一个地方 刘前辈发话 当即 这雷霆小队七人 离开了这座 紧将连锁酒店 罗锋原先潜伏的住处 使用望远镜默默观察着 果然离开了紧将连锁酒店 在罗锋视线范围内 雷霆小队七人离开酒店后 沿着街道行走了好一会儿 竟然消失在了 罗锋的视线范围 靠 这别墅比较低 观看范围小 罗锋迅速背上背包 盾牌 罗锋站出了别墅 飞速地奔跑 直接冲进对面的 一栋高层住宅楼 这栋住宅楼 足足有18层 罗锋身上的盾牌 战刀等 都受到精神念力的脱力 令罗锋速度极为惊人 一道幻影 不断在楼梯上迅速闪动 数秒钟 就从一楼窜到第18楼 第18楼的一套房间内 罗锋站在北边窗口 拿着望远镜朝下面观看 这站得够高 俯瞰下去也更加清晰 很快就看到街道边缘 正走着雷霆小队7人 这7人缓缓前进许久 最终进入了一栋 破败的六层住宅楼 不知道我的那些布置 有没有起作用 罗锋眯着眼 能不能起作用 只能听天由命 继续等待机会 罗锋又继续开始 蹲守的日子 作为一名舞者 首先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毅力 没有耐心毅力 乃能拥有那么惊人的实力 自然的罗锋 独自一人默默蹲守 也完全在忍受范围内 第一天 雷霆小队下午十分 又出去狩猎了一趟 这次是7人一起出发 第二天 雷霆小队上午 下午各出去一趟 让他们的那位混血儿少爷训练 同样是7人一起出发 罗锋没有任何机会 第三天 依旧是上午 下午各出去一趟 依旧是7人一起出发 看来这虎牙小队 是真的有怀疑了 罗锋坐在卧室 已经略微清理过的床铺上 默默透过窗户看着外面 此刻已经夜色正浓 漫天繁星 星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屋内 空气中 却隐隐有着很淡的血腥气 怎么办呢 罗锋皱起眉头 看样子这么持续下去 那位混血儿少爷的 训练计划一结束 就可能回基地时了 问 罗锋感觉到手腕上通讯手表 微微震动 低头一看 是弟弟的电话 回播 罗锋发出声控指令 嘟嘟嘟 喂 哥 手表中传来弟弟罗华的声音 罗华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罗锋一脸笑容 心中很是开心 独自一人在荒野区追杀其他人 日子是很孤寂的 能和家里亲人聊聊天 整颗心都是暖洋洋的 想歌了呗 罗华显得很轻松开心 哥 最近我炒股又赚了一笔 大赚一笔啊 太爽了 哦 怎么赚的 罗锋笑着问道 罗华满是激动兴奋 我一直在炒的八只股票 其中有六支是属于机油股 另外两支 纯粹是短线装股 这机油股本身质量就很好 每年净利润率也很高 这六支机油股中有一支股票 开始狂垫 我吓得一跳 我还以为这家公司出什么问题呢 仔细查了一下 没发现这公司有任何问题 压压的 如果是短线装股 这么一跌我肯定割肉 可是这机油股 我很有信心 宁愿长期持有的 又没发现公司有问题 怕什么 他跌 我买 阶段性不断补仓 靠 跌了大概十几天 跌了近百分之五十 我补仓就几乎 将我所有资金的八成给砸进去了 没想到这十几天开始狂涨 短短二十天不到 不但涨回原价 还略有超出 压的 就这一笔 我操作的资金就翻了一倍 哈哈 太爽了 罗锋从手表的语音中 都能感觉弟弟的兴奋 这么厉害 比你哥强多了 罗锋笑着夸赞一声 你现在资金不是有益多了 自己上次又给了弟弟五千万 加起来弟弟的本金应该是八千万出头 嗯 现在我炒作的资金 在一亿七千万的样子 罗华嘿嘿一笑 主要还是 你给了我一大笔钱 如果不是本钱够多 我怎么能赚这么多 同样赚翻倍 本钱如果只有一万块 变成两万块而已 本钱有八九千万 则是变成一亿七八千万了 这也是人人都感叹 第一个一百万最难挣 第二个一百万容易挣的原因 你还是够厉害 你哥我在荒野区杀了两个月 赚了不到一个亿而已 罗锋说道 心中却是感叹不已 难怪这搞金融的赚钱厉害 这等于是钱生钱 本钱越大 赚钱越夸张 当然 亏起来也会很夸张 不过 哥 这种机会 也不是常常遇到的 弟弟笑道 弟弟炒股也好几年了 这么短短时间 就猛赚一笔的 的确很少 嗯 罗锋想着 就开始操作通讯手表 进行触摸屏操作 进入银行账户 拨了一笔 一亿八千万 到弟弟的账户 啊 罗华惊呼道 我账户上多出来 你哥我最近大赚一笔 这些是给你炒股的 你尽管努力去炒 如果有一天 你能炒股资金 达到一百五十个亿 你哥 我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罗锋笑着说道 关于生命之水 罗锋一直没告诉弟弟 毕竟那东西价格太高 不过按照罗锋计划 自己赚钱 弟弟炒股赚钱 自己的钱 再花出部分 给弟弟炒股 这么不断的钱生钱 或许达到三百亿 并非不可能 一百五十个亿 罗华惊呼一声 放心 我也会借给你不少本金的 罗锋笑道 到时候弟弟手上的钱 加上自己的钱 估计就有三百亿了 有钱 在想方设法 买到生命之水 让弟弟重新能够站起来 好 哥 我一定会努力的 罗华意气风发 嗯 罗锋笑着硬道 好了 你也早点休息 嗯 哥 你在荒野区也要小心 兄弟俩很快就挂了电话 在明月小区罗锋家里 在一楼弟弟的房间内 坐在轮椅上的罗华 兴奋地合上手机 随即 他又打开电脑网络聊天 华子 看你样子很开心吗 网络视频上的少女笑着说道 嘿嘿 当然开心 罗华一脸兴奋地 和视频中的少女聊天 这少女略微带点婴儿肥 齐儿短发 整个人显得很清秀 很干净的一个女孩 这就是罗华的女朋友 小南 小南的大学 因为就在本地 所以就算上大学 她也是在家睡觉 小南正在自己卧室内 用电脑和罗华视频聊天 而卧室外 客厅中 一对中年夫妇 正坐在客厅沙发上 虽然看着电视 可是二人注意力 明显不在电视上 怎么办 中年妇女有些焦急地说道 你也不是不知道小南的脾气 如果我们硬来 将他们拆散 小南肯定会恨我们的 恨就恨 我们也是为他好 中年男人忍不住怒道 他从小一点没吃过苦 还以为活在童话里呢 虽然咱们 也不是大富之家 可以生活得好好的 我们闺女长相人品也都不错 凭什么非要跟一个残废 那个残废的哥哥 是舞者 是舞者又怎么了 又不是他哥哥 和我们闺女谈恋爱 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看着我们闺女 往火坑里跳 如果不是老李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 我们女儿竟然背着我们 经常跟明月小区的 那个残废约会 真是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中年男人脸色铁青 第79章 大好机会 中年妇女急切道 别生气了 你再生气也没用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还能怎么样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得想出一个办法 怎么才能让咱们女儿 和那个残废分开 而且还尽量不伤 我们女儿的心 我懂 中年男人皱着眉头沉默了 一口口吸着烟 庭内烟雾弥漫 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只有那一尊 机械挂中的滴答声 第二天清晨 003城市 一如既往的一片 冰冷肃杀气氛 城市中 时而传来一阵阵 让人心悸的怪兽吼声 如果说江南基地 是一所崭新的 充满生机的城市 那么这数十年前 华夏最繁华的城市 现如今 却变成了怪兽们的乐园老巢 这里随处可见干涸的血迹 随处可见一些尸骸 这里是魔窟 在那满是灰尘破败的 一栋十八层建筑的顶楼房间 一身作战服的罗锋 一手拿着望远镜 沉默盯着下方 一手拿着一块肉干 咬了一口 咀嚼了两下吞下 咀嚼 吞下 整个布满岁月痕迹的房间内 只有罗锋 咀嚼肉干的声音 显得很是寂静 鼓鼓拿出水袋 罗锋略微喝了一小口 过了片刻 又喝了一小口 在荒野区 罗锋并没有携带太多的食物和水 所以 每天都必须节省着点 又是七个人一起出去 罗锋透过望远镜 清晰看到 在弥漫的沉雾下 七道人影 离开了那座六层住宅楼 罗锋眉头皱着 布犹有些恼怒的一把 将望远镜扔到旁边床上 罗锋按摩了下眼睛周围穴位 整天蹲手 眼睛最是疲劳 天天七个人一起出去 根本不给我一点机会 罗锋皱着眉 这样下去 一直持续到那位少爷训练计划结束 我恐怕依旧白等一场 到底该怎么办 罗锋迅速地开始思考了起来 现如今 根本没机会动手 难道就这么哭的 没机会 罗锋眼睛一亮 一咬牙 既然没机会 等不到机会 那我就创造出机会 他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我就逼得他们分散开 罗锋轻轻悬紧水带的塞子 大概三个小时后 在这怪兽老巢 郊区地带 进行狩猎的雷霆小队 七人小心翼翼地 时而前进 时而躲避 终于又回到之前休息的 那座六层住宅楼当中 行动 开始 全副武装的罗锋 微微一笑 直接走出了房间 随后犹如猿猴一般 迅速地朝楼下飞窜 等出了这栋 十八层住宅楼后 就算是罗锋 也不敢太嚣张了 而是小心翼翼地 开始在周围一带 进行仔细地探寻 躲避怪兽难 寻找怪兽容易 十五分钟后 罗锋就找到了一群 足有两三千头的 犬类怪兽族群 这群犬类怪兽族群 是在一家大型机械厂 厂房内盘踞着 平常根本没什么 人类舞者 敢来挑衅这么一只 庞大兽群的怪兽 毕竟两三千头的 怪兽群的威胁 太可怕了 呼呼 一头头体型庞大的怪兽 趴在场区地面上 呼噜声回荡着 一股浓浓的骚气 弥漫在周围一带 嘖嘖嘖 好强的一个兽群 罗锋透过院墙缝隙 朝里面看了看 开始吧 很快 吼 吼吼吼 整个场区内的兽群 疯狂地嘶吼着 数十头怪兽的毕命 令这只庞大的兽群 愈加的愤怒 认为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侮辱 连那兽群的首领 两头高等兽将级的 狮傲犬怪兽 也愤怒地咆哮起来 整个兽群 立即疯狂追逐 跑得还真快 罗锋背后的六龙盾牌 遭受到精神念力的 强劲推力 一下子 罗锋就化身为 一阵狂风 呼啸着飞窜着 轰隆隆 整个狮傲犬族群中 也掺杂部分虎傲犬 只见这庞大的兽群 疯狂追逐着 他们的速度 同样快的惊人 跑在前面的一秒钟 已经达到 七八十米每秒 这种惊人的速度下 从那场区 抵达那六层住宅楼 近乎四里路的距离 三十秒钟 仅仅三十秒钟 罗锋就如闪电般 窜进这六层住宅楼当中 六层住宅楼的六楼 其中一个四十二厅的 古老房间内 雷霆小队七人 正在这休息 其实 当整个兽群 刚刚怒吼追逐罗锋的时候 雷霆小队七人 根本没有一丝警惕 因为首先距离足足四里 其次 整个003城市 什么地方没有怪兽的吼叫 可是 当过了十几秒钟 我们东边 似乎发生战斗了 独眼中黏人笑道 别多管闲事 这003城市 哪天不是发生 一次次舞者和怪兽群的战斗 这肯定是哪个 舞者惹了某个怪兽群 虎牙队长潘亚很是淡然 甚至于都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毕竟成为舞者十多年来 怪兽群追杀舞者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可仅仅这聊天几句话的时间 兽群似乎离着很近 楼层都隐隐有些震动了 几乎瞬间 雷霆小队七人 都冲到了北边窗口 朝下面看去 只见这六层住宅楼的楼梯口当中 正有着大量的狮傲犬怪兽 以及少量的虎傲犬怪兽 疯狂地朝楼梯内冲 就这么短短几秒钟 整个住宅楼都震动了起来 仿佛地震了一般 大量怪兽的咆哮声 也回荡各处 哄 雷霆小队七人 所在房间的房门 轰然被撞开 一头头仿佛汉马越野车 体型的狮傲犬 接连冲了进来 不单单房门 直接撞得稀巴烂 连墙壁都倒塌碎裂 整个住宅楼 在超过一千头怪兽的蹂躏下 不断发颤 仿佛整个住宅楼 都可能随时倒塌似的 而在住宅楼外 还有一两千头狮傲犬 虎傲犬怪兽们 根本没办法进去 只能将整个住宅楼 给重重包围 只要一想想 一两千辆汉马越野车 将住宅楼重重包围的情景 就能想象 这么多怪兽 包围住宅楼的可怕了 怎么回事 混血而青年 立即尖叫咆哮起来 脸色煞白 任凭谁处在这栋住宅楼 阵战仿佛要倒塌 屋内还冲进大量怪兽 而下面住宅楼下 还包围超过密密麻麻 大量怪兽的情景下 都会惊慌的 保护少爷 虎牙小队 电后 刘姓老者咆哮道 哒哒哒哒 那东子的机枪 已经疯狂咆哮了起来 弹壳疯狂弹跳起来 强劲的一颗颗子弹 直接穿透进这些 尸凹犬怪兽体内 然而这些怪兽们 冲击起来就算重弹 依旧沿着惯性撞击了过去 那光头壮汉 独眼男子 虎牙队长潘亚 只能靠冷兵器 将一头头怪兽 给挡到一边 砰 砰 砰 刘姓老者 白人壮汉 已经带着混血而青年 直接跳窗了 我们走 虎牙队长嘶吼一声 当先第一个跟随着 从窗户上往下一跳 东子 快 独眼男子怒吼道 毕竟论身体素质 这枪手是最弱的 随着枪手东子 也是咬牙从窗户上一跃而下 最后那独眼中年人 和光头壮汉 才接连从窗户上跳下 其实六层楼的高度 一般初级战将舞者 就算负重数百斤 也能泄力跳下去 而不受伤 可是这次下面不是平点 而是超过一千头的怪兽群 住宅楼的二楼 此刻墙壁等已经倒塌 成了一片废墟 在二楼 一栋房间的最拐角处 罗锋正缩在那 当初罗锋在冲进二楼 这个房间后 就靠着精神念力 将墙壁水泥 大理石桌等等 直接控制地悬浮起来 将自己所在的 卫生间房间前面 给重重堵死 并且还将三楼楼板 给弄得塌下来 水泥柱倒塌 一时间这个房间一片废墟 怪兽冲进来 甚至于都没发现罗锋 随着怪兽群 发现六楼的雷霆小队 整个怪兽群注意力 完全在那雷霆小队身上了 站在卫生间窗口 罗锋死死盯着外面 耳朵也仔细听着 交诈了 罗锋耳朵甚至于都隐约听到 六楼中的愤怒咆哮声 随着三道幻影 迅速从上方坠下 跳楼了 罗锋眼睛一亮 两柄黑色飞刀 立即悬浮在身前 第八十章 战神到来 这三道幻影 最先降落的是 流姓老者和混血儿青年 紧接着就是白人壮汉 随后紧跟着 就是第四个人虎牙队长 潘亚坠落下来 好 保护少爷 冲出去 流姓老者在一落下的同时 双腿就仿佛两柄战斧 狠狠地踹在旁边两头 狮傲犬怪兽身上 顿时这两头狮傲犬怪兽 惨嚎着倒飞出去 撞倒了旁边七八头狮傲犬 虎傲犬怪兽 令周围一片混乱 白人壮汉手持一柄双手巨剑 疯狂在前面冲刺 虎牙队长潘亚 也跟在白人壮汉身侧辅助 这二人一力大无穷 一个阴险诡异 二人组合宛如一推土机 扫出前方的怪兽 吼屋 一道低沉的好似雷声 滚滚的吼声突然响起 不远处 一头体型巨大 近乎有四五米高 比一般卡车还要大一号的庞大怪兽 通体银白色 全身隐隐还折射到的光芒 显然他那皮毛中 竟然有着一层银色的领甲 他那巨大的头颅额头位置 有着一小小凸起 似乎有什么要破开皮毛似的 这正是整个兽群 两大高等兽将中的一个 高等兽将级的狮傲犬 哄 仅仅一个飞扑 这头狮傲犬首领 宛如一道银色流光 直接飞扑过二十余米距离 直接窜到雷霆小队阵营当中 潘亚 你保护好少爷 赶紧冲出去 流星老者咆哮一声 手持着一柄战刀 吼道 卡龙 明白 白人壮汉也嘶吼一声 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这二人 几乎同时迎上那头 狮傲犬首领 没有办法 如果他们不正面迎上的话 那么混血而青年 将会遭受到莫大危机 吼狮傲犬首领怒吼着 身形隐约都有些模糊 双爪直接抓向眼前两个人类 枪 框 哄 两大高等战将武者 和一头高等兽将级怪兽 厮杀的一片混乱 一时间 周围一头头狮傲犬怪兽被波及 撞飞开去 甚至于连旁边的墙壁 水泥地面都受到波及 一片狼藉 有大量其他狮傲犬怪兽辅助 这头狮傲犬首领和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 近乎斗得不相上下 砰 砰 砰 枪手冬子 光头壮汉 独眼中年人 这时候也接连跳下 而独眼中年人 光头壮汉 枪手冬子三人 却慌乱得很 如果说之前的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 混血而青年 潘亚四人的分队 敢在兽群中冲撞的话 那么独眼中年人三人 在兽群当中 却显得非常狼狈 快 我们走 独眼中年人喝道 快 哒哒哒哒 冬子拖着机枪 肆意对着周围的怪兽扫射着 就在这时候 吼 随着一道让人心颤的吼声 一头同样银白色的巨大身影 直接从高空六楼一跃而下 顿时下方和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厮杀的那头 狮傲犬首领 立即兴奋咆哮起来 和高空中扑下的那一头 巨大幻影印合起来 又是一头狮傲犬首领 同样的高等兽将级 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面色大变 他们瞥了一眼 已经到了远处的虎牙队长 潘亚和混血儿青年 之前在他们二人 拖着大量怪兽的情况下 潘亚和那位混血儿青年 已经逃得比较远了 快 走 走 白人壮汉 流星老者 根本不敢迟疑 就算没有兽群 面对两头高等兽将级怪兽 他们也不敢这么硬碰硬 更何况周围还有大量兽群 吼吼 两头高等兽将级的 狮傲犬首领 都咆哮着飞速冲过去 他们岂会任凭 这两个可恶的人类逃脱 那一栋已经破败不堪的 六层住宅楼的二楼 罗锋正在那卫生间窗户 冷静地盯着外面 当白人壮汉 流星老者掉头就跑的时候 而独眼中年人 光头壮汉 冬子三人 还辛苦往外冲的时候 罗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就是这个时候 两柄黑色飞刀 瞬间从窗口朝下方射出 几乎是 从那大量狮傲犬怪兽的夹缝当中 猛地射向独眼中年人 光头壮汉二人 有心算无心 如果正大光明打斗 达到终极战将级的独眼中年人 还能反抗两下 可是这般偷袭 扑 扑 独眼中年人 光头壮汉的脑袋 直接被穿透 仿佛西瓜碎吊一样爆裂开 紧跟着两道乌黑光芒 几乎瞬间贯穿 正疯狂用机枪扫射的枪手冬子的脑袋 独眼中年人三人在死亡的时候 只有满心的惊恐 疑惑 不甘 他们甚至于都不知道 是什么杀了他们 轰隆隆 三具人类尸体 瞬间被大量怪兽给扑到 一头头狮傲犬 虎傲犬怪兽 兴奋地撕咬着这人类尸体血肉 在二楼屋子卫生间中 罗峰冷静观看着远处两头狮傲犬首领 追杀流星老者 白人壮汉的场景 现在虎牙小队六个人 已经死掉五个 还好 一切都如我计划的一样 虽然是我下的手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 罗峰对自己做出的一切还算满意 毕竟 在心底 罗峰是不愿意得罪那位混血儿青年的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位大少爷背景很大 所以 当虎牙小队的人 和那位少爷在一起的时候 罗峰不敢下手 而刚才因为兽群冲击 整个小队七个人 却是分成了三部分 逃在最前面的混血儿青年 潘亚 被两大高等兽将级怪兽纠缠的 流姓老者和白人壮汉 第三部分 则是独眼中年人等三人 正因为混血儿青年 流姓老者 白人壮汉已经跑远 根本看不到独眼中年人三人的情形 罗峰这才下手 不过这次 这位大少爷 恐怕麻烦大了 罗峰心中暗道 可突然 罗峰视线当中 出现了一道模糊的人类影子 这模糊的人类幻影手持着一类 似于棍棒类的兵器 几乎一闪身 就穿越了数百米距离 直接冲入兽群当中 轰隆隆 只听得让人惊颤的接连爆破轰鸣声 在潘亚 混血儿青年周围的数十头狮凹犬 虎凹犬怪兽 瞬间划为肉泥 这时候 因为远超过音速的可怕速度 产生的音爆声 这才接连响起 那道幻影又是一动 直接到了两大狮凹犬首领前方 两头狮凹犬首领 立即惊恐地嘶吼一声 竟然猛地就飞窜 又要逃跑 轰 那棍棒类的武器 闪电般狠狠砸在一头狮凹犬首领身上 那通体银白色的狮凹犬首领 整个直接抛飞起来 足足二十多米高 全身零甲丸全碎裂开 鲜红的鲜血在高空飘洒 而就在这头狮凹犬首领 抛飞到二十多米高空的时候 轰 那幻影又追上另外一头狮凹犬首领 同样的猛然一砸 这头狮凹犬首领 就仿佛被扔出的保龄球一样 撞击在身后大量狮凹犬 虎凹犬怪兽身上 一时间靠近的狮凹犬 虎凹犬怪兽 直接被活活震死 而还有大量狮凹犬 虎凹犬怪兽 直接被撞得跌倒开去 那头高等兽将棋的狮凹犬首领 在地面上翻了几番 最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大量鲜血从那头狮凹犬首领口鼻耳朵冒出 哄 而这时候 抛飞到高空的那头狮凹犬首领 也才轰然砸在地上 也一动不动了 瞬间 两大高等兽 将棋毙命 凹屋 整个狮凹犬 虎凹犬的兽群中 还有几头其他猪等兽将棋怪兽 这个时候 却完全吓得胆寒 一个个嘶吼着 整个兽群立即崩溃逃窜了 这时候 幻影才凝聚变得真实 罗锋这才看清楚这人的模样 这是一个身高足有两米三四的巨汉 面容宛如刀客一般 全身穿着泛着灰色的作战服 在他的手上 正握着一柄巨型的狼牙棒 狼牙棒上那一根根尖刺 让人不寒而栗 太变态了 罗锋看了那两具 已经没有气息的尸熬犬首领尸体 完全惊呆了 吓得根本不敢大声喘息 这绝对是战神集武者 一定是 我还是小心点 如果被他发现我在这 把我揪出来 那可就麻烦了 连原本射出的飞刀 罗锋也任凭飞刀陷入地面中 根本不敢收回 你说 混血儿青年跑过来 感激连道 李先生 刘姓老者和白人壮汉 都恭敬恭身 这巨汉笑看了混血儿青年眼 李渭啊 你爸一收到 你的求救信号 查出你所在位置周围 就两名战神 我和王哥 他就第一时间通知了我 幸亏我离这不远 才来得及赶来 王叔也在 混血儿青年 眼睛放光 这时候 仿佛一阵风吹过 一道模糊影子出现在周围 而后宁时 这人一身青色作战服 面容俊秀 乍一看 好似二三十岁似的 王叔 混血儿青年连喊道 看你这狼狈样子 这位男子淡笑说道 旁边白人壮汉 刘姓老者 根本不敢吭声 而虎牙队长潘亚 却是不断看向四周 特别当他看到 不远处的一些作战服 机枪 尸体残骸等 他不由眼睛都红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